长期关注两岸情势演变 台湾竞争力论坛公布了第四季国人国足认同最新的民调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维持五成五和过去差不多 而值得注意的是有超过五成的民众期待马席会 这比上一季多出四个百分点 台湾竞争力论坛公布第四季国人国足认同最新民调 百分之五十五点三的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因为有同样的血缘和文化背景 这和过去一年来调查结果都差不多 显示两岸关系稳定发展 也因此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民众期待马席会能够实现 至于马席会讨论的内容 百分之五十一的民众希望持续强化两岸交流 百分之四十四认为应该论及和平协议 是的 我们在两岸关系的交流里边呢 已经相当的稳定 大家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 毕竟台湾在外交经贸 各种学术的交流 文化的交流里边呢 也是越来越密切 需要来突破一些 结构上的一种问题 民众对于马席会多所期待 但有趣的是 有百分之五十二的民众 却认为现在不是马席会召开的最佳时机 原因和马英九声望下滑 脱不了关系 专家解读民生问题比起政治议题更让民众关心 也为有限安内在场外更有实质意义 记者陈建雄 郭碧淳 台北采访报道